國內第一支F16V連隊 上個月十八號 在嘉義空軍基地正式成軍 不過嘉義縣水上向 粗吸龍德村一帶的 軍民卻反映 在二十五號上午十點多 戰機起飛 傳來了巨響 房子劇烈搖晃 就像地震一樣 兩村一共十七戶 出現了玻璃碎裂 天花板青鋼架 電燈掉落的情況 空軍表示當天是特殊狀況 通常飛行的 都有一定的規範跟高度 一定會負責修繕 受損民宅 掉落的電燈被民眾 擺放在一旁 這戶人家則是天花板 十棉瓦崩落 還有人家裡的玻璃被震碎 就連宮廟的青鋼架 也掉下來 起因是二十五號的 戰機起飛升 F16V戰機起飛 傳來聲響 這是緊鄰空軍基地的嘉義水上鄉 粗溪村龍德村居民日常習慣的聲音 二十五號上午十點左右 戰機起飛卻傳來巨大音爆 居民嚇了一跳 直說像地震 房屋劇烈搖晃 還出現毀損現象 兩村共十七戶民宅受影響 國內第一支F16V聯隊 上個月十八號在嘉義空軍基地 正式成軍 當時總統蔡英文還到場主持成軍典禮 如今卻被民眾抱怨噪音毀損民宅 空軍回應二十五號當天是天候影響 所發生的特例 空軍會負起修善責任 更強調每次起飛降落的操作 都有一定的離道場程序 空軍遵守相關規範 確保里民安全 也避免過多噪音干擾 記者王豪廷孟昭全嘉義報導